今天9月13日 星期二 和大家談的一分鐘是3.9個字 因為一會兒四點後 要做一些講義和做訪問 接著要分行 沒什麼時間 唯有提早一點和大家談 市經過昨天的大幅下跌 今天有個技術上的反彈 但是反彈之後聲勢無以為計 首先來講 市裏面的投資情緒仍然相對比較審實 還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以現在的指數來講 由升轉跌 就是說由上星期五的高位24,364點開始的技術回套 仍然延續 而且今天已經在翌日跌穿10天平均而動線 實際上以現在的指數23,200點 技術上來講 已經可能跌穿20天線 形態進一步處於一個弱態 好了 昨天股市的下跌 圍爐了一個比較大型的下降 裂口的頂部是23,984點 底部是23,625點 有289點裂口 今天曾經略為補了一點 但是補不完 那就是說一日指數未能夠回補了 近日圍爐下來的下降裂口 技術形態仍然還是偏弱的 況且9月份還有很多個交易件 雖然直到這一分鐘仍然還是先低後高 由1日的22,843點升到上去9日的24,364點 但問題是現在已經下降到23,200點 如果市再進一步向下走的話 今個月的低位22,843點是有機會受到考驗的 還有還有一件事 股市升了12個星期 起步點是6月24日的19,662點 去到9月9日的高位24,364點 升了足足4,702點 市既然處於一個正常的調整 我當你回調4,702點的三分之一 就是說指數有機會碰一碰22,796點 其實上來講 形態偏弱之餘 亦都需要考慮的就是 市升了12個星期 如果真的要調整的話 走回兩到三個星期的反覆 是很正常很正常的 只不過有不少投資者 一直都是採取觀望 直到上個星期四、星期五 終於被線吸引了進去 有部份投資者據問是210元以上買廣告數 可想而知 是不是 上一陣由2802、2803就跌落了187 是屬於一個星候的整固 接著抽上210多元 然後由210多元再回來 屬於低二輪的一個星候的整固 那形態當然還是好 因為看走勢好像日浪高於日浪 但是不要忘記 就算中保監容許內地的保險公司 到港投資也好 不是說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就來了 它可能要等到你的市場去到某個水平股 直合你了 它才會慢慢來的 那些屬於穩定 而且是屬於一個比較中長線的投資的 不是一般的投資基金下來炒你兩、三千、三、四千點 賺錢立即計算 不是那一隻的 所以有時急都急不來 不過市場的反應有時真的過敏 那至於美國會不會加息呢 難說 但是我自己始終認為 就是加息對金融市場 那個資金流動性 對企業融資成本是不會構成影響的 但是股市既然在高台 大家當它不加的嘛 突然間你說加 想買的那些就不買住了 那賺錢那些就輕輕走下火 輸的錢那些又急於止蝕了 那就是說 哇 加息了 市場要跌 其實根本上不是加息 其他因素利達 市場都是要跌的 對不對 因為本身的市場就升了很多嘛 如果有一陣子的低位磨來磨去的話 它加息也好 沒有什麼煞傷力的 因為市場都沒有升過 一陣子的低位 分分鐘可能呢 加了息了 市場就借了一些已經升了 因為到時候又會說 消息明朗了 數誰不明朗因素 其實來來去去 都是看你的市場在哪個階段 升了47802點 就算有好消息 多走一趟 你也是要回的了 對不對 問題就是 由哪一點開始回的意思而已 希望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無論如何都好 市場就開始反覆扬為大縣了 任何短線的部署 我自己認為 忍著手等等才 靜待入市良機就比較好些了 好了 今天講到這裡